這是6塊錢的肘子 6毛一根的香腸 3塊錢一袋的牛排 可以看到它的橫解麵外面一層是豬皮 然後裡面是雞肉跟豬肉的混合物 我買了兩種腸 一種腸是黑胡椒味 一種腸是玉米味 那它們分別都是6毛錢一根 它們的橫解麵看起來就挺澱粉的 順便講一下黑胡椒腸 是我認為裡面最具性價比的一種腸 因為它同時可以吃到三種腸 雞肉 豬肉 鴨肉 為什麼這個香腸枯淚啊 它的橫解麵就像你的雙下巴一樣 非常的光滑 就是沒有任何紋理 這個的使用方式就是直接即食 切開之後就能吃了 嗯 你別說還蠻好吃的 有點像是很Q彈的澱粉餐 嗯 不過它裡面比較鬆軟 外面比較彈 因為外面是豬皮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很像我們當代年輕人 就是看過去很年輕 其實內心早已經老了 已經累了 已經疲倦了 嗯 不得不說很好吃 這個東西真的 它的黑胡椒味蠻正經的 然後吃起來的澱粉感並沒有很多 其實肉感還蠻有的 也蠻清晰的看到它上面有黑頭 那個就是黑胡椒臉 這個東西的好吃是有出乎我的意料的 就好像你在洗澡的時候 已經做好準備會淋一火的冷水 卻發現它出來的直接是熱水 哦 那種驚喜感 嗯 蠻好吃的 嗯 哇 玉米味的香腸會更甜一點 然後呢 咬得到玉米粒的那種口感 還蠻好的 嗯 它聞起來有股燒味 嗯 嗯 啊 它這個肉子吃起來 很像牛拉稀的一樣 就是稀稀散散的 一點都不驚到 嗯 哇 這個好難吃 阿拉伯地區的素食米飯是什麼樣的 那它這個全稱是叫 400克土耳其葡桃葉卷飯包飯 即食米飯包米飯 反正就是素食米飯的意思 然後呢 是拿葡桃葉包住的 那現在我們打開看一下 哇 它一股好重的香精味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跟葉子一樣的東西 它聞起來有股牙膏味 然後有股很重的那種 類似於十三香的味道 這是它單獨的樣子 怎麼說好像那種 乞丐版的粽子 真的能吃嗎這個玩意 然後它裡面有包著一些米 現在我們就試一下吧 哏嚓 哏嚓 哇 看這裡 太過於空米了 太過於空米了 哇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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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